大家好 又到了阿美來做菜的時間了 因為我是客家人 我記得小時候 我媽媽常做的一道菜就是客家小廠 我很懷念那道菜 我想說今天我就來做做看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做 就是說材料有這些 我已經是買現場發好的魷魚 今天好像買了一下大條 魷魚還有豬肉 五花肉還有豆干 香菇 還有一些的醬油 一些的糖 還有就是辣椒 蒜頭這個調味料 然後最後就放一些那個 蔥還有青菜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歡吃這一道菜 客家小草很有名啊 對啊 只是每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那我是用比較簡單的做法 對 因為我想我的 我只是比較屬於家常型的 我可能沒有辦法做的 像大師傅做的那麼好 可是我就是盡量啦 對 那我們今天來看客家人做客家小草 我不想會不會做的 做的情形怎麼樣 我是不確定 不過我是盡量做啦 完了先切 切豬肉 這個刀子好像沒有很利 可能要叫老公有空 要把刀子磨一磨啊 先把肉把它切片 感覺今天好像食材 準備的份量好像蠻多的 炒起來可能是一大盤 但是我們有這個一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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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一下 真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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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刀子真的是不太力 先放旁边再来我来切鱿鱼 鱿鱼我是买市场已经发好的啦 一般好像比较道地的做法是说买干的鱿鱼自己回来泡水 那我今天用的就是买现成的 水里喜欢怎么切就怎么切 我们都没有太讲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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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可以去把柄子也开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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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来切豆干 切一切 这种香菇就是一般的香菇就可以了 这香菇一两七十五块 那如果是 如果是要香菇鸡汤的话 就要买日本或是韩国的花菇 那就好香 好 那我们来开始来炒了 来开火 今天料比较多可能 油可能要多一点 好来吧 好来 好来 来 把肉煮熟 放入冰箱 鸡蛋 炒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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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鱼放下去 好 生姜 7分钟 1个 5分钟 1分钟 1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炒熟 如果不够,只能试试一下 对啊 今天凉的要多 一旦有加糖就不用加苦 那会会舒服 然后最后把那个 那个 葱还有那个芹菜放下去 拌一拌就好 这样我就可以起锅了 火先关掉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提供 这是今天我做的客家小炒 可能比不上以前我妈做的味道 可是我尽量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请并将它分享出去 别忘了给我一个赞 谢谢